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請教一下林醫師 我們常常說身體要增肌減脂 特別是肌肉對於人體的支撐 反應 活動都非常重要 而且增肌減脂的過程當中 不可少的養分就是優質蛋白質 現在大家都很重視健康的期間 尤其是疫情後 我想增肌減脂 甚至怎麼樣去預防肌少症 幾乎變成全民的運動 我這邊舉一個案例 也是在疫情趨緩的期間 最近來的一個個案 是一個70歲的阿嬤 她來的時候 其實她的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她全身覺得 渾身不舒服 全身痠痛 甚至她走路 她覺得都提不起進來 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了一下 去了解一下 她的生活習慣跟飲食習慣 這個阿嬤非常重視養生 所以說她的飲食非常的清淡 甚至她有一些都崇尚生肌飲食 甚至她跟她的好朋友 還團購一大堆生肌的飲食 每天就是用泡的 用腳打的這樣去吃 她就覺得這樣就夠了 結果在疫情期間 因為限制的關係 活動量很少 飲食量也變少 所以說她的體重就越來越輕 越來越輕 其實我們相關的 就馬上我們的警覺說 她會不會肌肉流失 結果我們幫她做一些簡單的量測 測她的握力 握力相對的就太低了 另外我們還用身體組成的量測 看看她的全身的肌肉量 而且我發現 她的肌肉量也低於正常值 我們這樣就跟她說 阿嬤你這個問題其實還滿大的 你不能再吃那麼清淡 而且你飲食一定要均衡 阿嬤就說 其實她說我為了健康 怎麼吃這些會造成這樣子 我說因為年紀大 尤其是肌肉 其實肌肉是我們人體 剛剛就像主持人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撐 人體結構的一個組織 40歲之後 我們人體的肌肉流失 大概每10年下降8% 到70歲 阿嬤70歲 她的流失速度 比年輕人來得更快 所以說這樣子的一個 流失的速度 尤其碰到疫情這段期間 那就是雪上加霜 所以說我們給她教育說 你的這個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唯有 就是先從飲食去改善 那飲食裡面 我們就開始建議她說 你要開始 你要預防你的肌肉持續流失 預防肌少症上升 而且甚至你要去增肌 你一定要均衡飲食 那裡面當然幾個重要的 第一個蛋白質 蛋白質是我們很重要的營養 這是這個肌肉的營養的來源 那當然飲食裡面 當然它 豆漿或是牛奶或是魚肉 這一類的食物裡面 就有非常多的一個 優質的蛋白質 那另外也不能只是蛋白質 那裡面還有 包含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在我們人體 吸收之後 它轉成糖分 糖類的話 其實是我們人體 很重要的能量來源 包含像地瓜糙米 或是豆類 或是蔬果裡面 都有這些 我們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 也可以提高 我們肌肉的合成的效率 那當然另外 還有人說怕胖 或是我不吃脂肪 但是其實脂肪它 它對於我們肌肉 生長激素的分泌 也是很重要 挑選這些油脂類的時候 我們要去挑選一個 比較優質的油脂類 包含Omega-3的這些 或是深海魚油 或是一些酪梨堅果裡面的 這些優質的油脂 當然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維他命D 維他命D也是維持 我們肌肉功能 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素 食物裡面包含 鮭魚 鰻魚 牛奶 或者是一些優格裡面 都有這些維他命D 當然最天然有的AMD 就是要出門多曬太陽 而且林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剛剛講豆皮 豆乾 豆製品 除了補充好的植物性蛋白質之外 事實上也是補鈣的好的來源 國人普遍超過9成以上 鈣質攝取是不夠的 當然今天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最主要是著重在一些豆製品 豆製品裡面除了有豐富的 蛋白質的來源之外 其實鈣質的含量也很高 我這邊舉一個案例 就是我上個月 因為上個月其實 還是在疫情比較嚴重 有一個從國外飛回來台灣 來探親的一個女性 60幾歲 那時候在隔離期間 她就想說沒什麼事情 剛好做一些家裡的整理 結果她就有一天早上 心血來潮 她就到她家裡的陽台 搬了一個花盆 結果問題就來了 就突然的背部的劇烈疼痛 那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搬重物的時候 其實最怕的就是突然的用力 當然她過去也沒有運動的習慣 而且長途飛行 然後鞠躲在家裡面 其實也沒什麼活動 突然一個外力的一個 這樣子處理的話 結果它就造成一個 我們在圖片上講 脊椎的壓迫性骨折 一般大家認為說 我搬個花 拉傷扭傷休息一下 結果後來她的家人說 這樣不對 貼貼藥吃吃藥休息 還是沒有好 透過視訊的方式 當然視訊的方式 我們醫生也很難只能問 問了之後 就關鍵我問到說 她搬了一個花盆 所以說後來等到 她鞠躲起滿之後 我趕快幫她安排 去醫院照個X光 除了照X光 發現脊椎壓迫性骨折 後來還幫她安排 一個骨質密度檢查 發現了她的骨質密度 一般我們小孩 負2.5就是骨質疏鬆 結果她的數值是多少 是負3點多 所以是一個嚴重的骨質疏鬆 才會突然說 去搬一個重物 知識不對 就產生一個脊椎壓迫性骨折 那醫生我問你 她如果骨折 在這麼嚴重的脊椎的關鍵位置 這個要怎麼辦 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 尤其在居隔前 我們真的也不能 除了開一些口服的止痛案之外 我們就建議她 你只能兩件事情離開床鋪 就是上廁所跟吃飯 就只有這兩件事情 那她將來怎麼復原 因為她那個骨折不會自己好 對 其實這個東西在前面大概第一週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講的 絕對臥床休息之後 之後搭配一些備價的使用 有一些個案 同時還有一些骨質疏鬆的 藥物的治療 有些個案就這樣子 慢慢疼痛環節 骨質開始新生生長 搭配營養的一些補充 鈣質的補充 骨頭是可以癒合的 就像骨折 不見得每一個都要手術 如果它有適度的固定 然後保護 讓骨頭趕快去生長的話 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就可以跟它相安無事 那運氣好的可以癒合 那如果不能癒合怎麼辦 那如果沒有辦法癒合 疼痛還是很劇烈的 那這樣子可能到時候 等到狀況比較 還是不穩定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還是要轉介 譬如用手術的方式 或是用一些其他 譬如灌骨泥的方式 來減輕它的疼痛 但是我們還是會強調 這不是一次性的 之後你還要預防 第二次的骨折 所以飲食運動 這些都很重要 就是全身如果骨鬆的人 你也不是只有脊椎 可能會受傷 你的手你的腳 都有可能會有骨折的 狀況發生